郭文貴議員 剛剛在外面走進來的時候 媒體問我說要不要問羅部長 其實我必須坦誠的跟各位講 從上一次羅部長深夜發了新聞稿之後 我就已經體認到 羅英學已經跟法務部成為兩個個體 他已經字外於法務部 所以我必須坦誠的說 我不會再在任何達訓台上 不管在520前或今天 或在這個中間的任何一個日子 再跟羅英學有任何的對話 所以我今天要請教的 就是在座的各位 在未來的520之後 還有可能在法務部繼續任職的各位同 這並不是對羅部長的不敬 而是羅部長先對我們不敬之後 我們必須一定要採取的一種態度 而且我認為這個態度是非常嚴正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市長 是不是請市長上 請陳市長 就這份法務部的報告 所提到的 有關在430馬來西亞被遣送回中國的這件事情 在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透過兩岸司法附註的倉口 有曾經向大陸的公安部表達 基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合作偵辦的立場 勿將散開32名台籍嫌犯遣送大陸 以免破壞雙方合作的基礎 那麼 又在 報告的第三頁 提到4月15號 雖然 之前沒有這個相關的證據資料 但經過司法警察機關向馬來西亞索取相關證據資料之後 有檢察官在傳喚這個20名台籍的嫌犯 那麼向法院申請羈押 進見獲准 又在報告的第二頁提到 要建立一個所謂的原則 就未來兩岸均有管轄權的犯罪 依其類型之不同 建立不同的處理模式 對這三個相關 就這兩個個案 以及所謂的建立原則 我有一點混淆了 或者有一點 不明白法務部的一個明確的立場 就是說就我您作為一個國兩師的師長 對於4月30號這個 馬來西亞的32名台籍的嫌犯被遣送大陸 這件事情 你們的立場 到底是認為大陸的做法 是對或不對 關於4月30號 我們是在4月29號晚上 透過外交部得知 就是說這些人有可能被送到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基於那個兩岸協議的這個渠道 跟大陸表達 這些人不應該被送回 那4月15號是因為有20個台灣嫌疑犯 先帶回台灣 所以我們在跟大陸那邊是積極爭取他們合作 能提供我們示證 你們也向公安部表達這個希望把他遣送回台的立場嗎 那這樣子的一個4月30號對於中國他向馬來西亞政府施壓的這件事情 法務部現在立場到底是不是認為 中國這個做法 片面向馬來西亞政府施壓的做法是不對的 這個部分是由外交部在掌握狀況 而且在當地在齊齊的跟馬國政府交涉 我只是問你 你們法務部的立場 認為4月30號這件事情 中國這樣子的一種片面向馬國政府施壓 將32名台籍嫌犯送到中國的這件事情 法務部立場認為中國這樣的做法 在法務部立場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嗎 從馬來西亞這個個案 因為已經有部分的嫌犯是在台灣偵辦 所以我們也希望是完整的一個偵辦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32名是應該要送回台灣 來做一個完整的偵查 所以你認為中國這個做法是不對的 我們已經表達這個人應該要送回台灣 不應該被接回大陸 已經在29號晚上也向公安部聯繫 4月15號這個部分原來說 沒有辦法施以強制處分 那麼像馬來西亞索取相關證據 就知道就可以由甲官偵辦 並且向院方來這邊來申請擠壓獲准 那麼所以主要的關鍵是 因為馬來西亞沒有提供資料 那就您的理解 馬來西亞當時在遣送回台的同時 為什麼不提供相關的證據 因為這個部分是由外交部 跟我們刑事局的人員在交涉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沒有參與在當地的交涉 有違反歷來我們跟馬國政府之間 這樣子遣送回台要賦予相關證據資料的 這樣子的一種默契嗎 這個部分是由外交部在當地交涉 所以防護對於相關的 這個馬來西亞沒有提供相關的證據資料 是不是中國的施壓 是不是不對的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表示任何的意見 這個情況可能要請外交部說明 你的看法呢 4月15號馬來西亞之前沒有提供相關證據資料 後來再補了相關的證據資料 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呢 就這個部分來講 這先前回來20位在馬國 他本身沒有違反馬來西亞的法律 他是非法打工 是不是行政犯的不均留 但是你們的報告是說 後來像馬來西亞 並不是像中國嘛 是像馬來西亞所有相關 索取相關證據資料 就可以來施以強制組合 後來這個部分是刑事警察局 在那一天回來的以後一兩天 派員 刑事警察局派員到馬來西亞去 會同馬國警方的收集資料 應該是這樣 精切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在他們遣送回來的當下 馬來西亞當時還沒有證據資料 沒有資料給我們 沒有證據資料給我們 還是沒有證據資料 這幾件事情是完全全然的不一樣 應該是說馬國遣送回來 當天呢 他並不是用刑事犯 給交給我們 這個大家都清楚 這個過程不要再重複 我現在的問題就只是 單純的針對馬來西亞 不給相關的證據資料的原由 你們有沒有去理解嗎 當時確實沒有 沒有辦法連結 沒有辦法理解 事後到現在也不知道 事後是刑事局有透過馬國的警方 有 後來有 所以法務部對這件事情 不想理解 也不願意去理解 認為不需要理解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後來 只要問一下刑事警察局就好了 後來是 就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都不想去理解 不是 檢警 台中地限署跟刑事警察局呢 他們有聯繫 最後次長 我沒有什麼時間了 是 我只是問一下 最後剛剛我也問司長跟問司長 所謂的建立原則 就未來兩岸具有管轄權的犯罪 一類型不同 建立不同的處理模式 法務部現在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看法 所謂的不同的處理模式是什麼 這個就涉及到 剛才提過的管轄權的問題嘛 那怎麼處理 應該要有共識 那就回到原來4月15號跟4月30號 馬來西亞的這兩個案例 這個不好 不好 所以不同意 就算是在馬來西亞的犯罪 對中國 對中國 的人進行這個所謂的詐騙 依照這樣相關的處理的模式 由中國對馬來西亞施壓 或者是馬來西亞 不願意提供相關的證據資料 這樣子的兩種的模式 我們法務部是都不能接受的 這個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們也配有行政院講過說要表對抗議跟遺憾 遺憾是蠻明確的 是蠻明確的 所以我相信4月15號馬來西亞事件跟4月30號馬來西亞這兩件事件 都引起不同的風波 而兩件事情所引起的問題也都有所不同 但是從我們打擊犯罪的立場 我們都應該在建立一個比較正確的處理模式 4月15號來講就是要他提供相關證據資料 沒有金字塔吉這樣叫過去 華為部甚至可以派警察官過去協助嘛 對不對 過去就有啦 那麼4月30號這樣子的一個所謂進行對馬國政府施壓 把他我們 我國的人犯直接帶往中國法務部 也是不能夠接受的嘛 對不對 過去我們都是有這個模式嘛 過去喔 就是說雙方各自帶回嘛 所以這種良性模式 也是我們繼續要去談的關係 也就是這樣子的一種 各自遣返的模式被打壞 才會今天一直花那麼多時間 在這邊質詢貴部嘛 這件事情 那個有沒有耳後要去談 也要在這方面來強化啦 好 謝謝 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